嗨,我是David老師 在我們第一課,我們教了一下 大概簡易的音標教學應該如何學習 還是同樣的,我們今天還是一樣 來做進階的一點複習 首先,我們打開我們的 Macmillan的pronunciation app 打開來之後呢 打開來之後 那當然,你們看到的畫面應該是直的 那我先把它調成直的 然後呢,還是一樣 在第二個階段setting,我們調成美式英文 記得,上面的是British English 下面的是美式英文 American English 把它轉成美式英文之後呢 我們再打開這個chart 我們現在再把它翻轉回來 翻轉回來之後呢,我們看 它這邊有它的,我們的所謂的這個 這個叫音標的這個 發音表格 phonetic chart 那當然,我們左上角第一個 這個 這是一個長母音 短母音 短母音 長母音 那這個 那這個是一個親母音 長母音 短母音 短母音 好,在這個地方 好,在這個地方 我們講的一開始的這幾個選擇 除了這個是親母音以外 這個是長母音以外 當然 他們這幾個 我們稱 我們稱它都是 除了這個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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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母音 單母音 好,那右邊這幾個 O O O 這個是我們講的是母音符號 母音符號 基本上 A A A的話 它是一個長母音 O 它是個dipsum 雙元音 雙母音 O 這個是一個長母音 這個是一個長母音 同時它也是個dipsum I 這是一個長母音 O 這是一個雙母音 雙元音 也這樣講 為了不讓大家感覺太複雜的話 下面這個表格 O 以下的這幾個 我們的音號 全部都是子音符號 Consonence 子音 我們大眾話叫輔音 台灣叫做子音 好的,那我們現在先大概來複習一下 就是上面的 這個表格從上來看的話 一分为二 上面的三排 我们都称它叫做母音 圆音 下面的这三排 我们都称它叫子音 或者是辅音 上面是Vals 下面是Consonants 我们这样先区别一下 那老师在这个地方 先把它画面 截取下来 先截取下来 待会我们来做一个教导 来指导 好那刚刚上一堂课 我们有教到这个 IPA的这个 国际音标的这个看法 那这个软体 是我们可以自己练习 这个发音的诀窍 那到时候我们会 一步一步的慢慢的 知道哪个音 该 是什么样子应该怎么发音 那现在先切回到 我们的网页浏览器 转回到网页浏览器 这是我们 昨天有提到 国际音标 那国际音标 我们先调到这个母音表格 上次我们教的是 辅音 今天我们调到母音 Valse 同样的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 我们有一些母音的 发音的规则 那当然有些音 还是一样 它并不是英文 像英文的话有 i 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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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把它跳在網頁的 Chrome 的話 我們用 Google Chrome 的話 它會用 Google Search Google Search 的話 我們就直接按 IPA 一樣 Wiki WIPKI IPA Wiki 還是一樣我們跳回到英文的版面 英文版面呢 像剛剛一樣我們找到 Vals 的地方 下面找一下 我們用快速的跳到 Vals 的地方 OK 在下面一點點 好 我們有看到它的發音表是 IPA Valschart 一樣也是 剛剛跟它一樣的這個畫面 我們把它一樣截取下來 好 截取下來之後呢 我們現在就來了解一下 那我們先跳回到昨天的 學習到的這個地方 昨天學習到的我們 地方我們來看一下 昨天我們有學到 指音的發音表格 指音的發音表格 IPA Pulmonic Consonance 好 那當然 好 再做一個複習 好 來 我們做一個複習 好 那我現在用紅色的筆來 我用紅色的筆來 做一下 好 IPA Hurmonic Consonance Place 很想是Place Labio Coronal Dozo Lormangio Bilabio Labiodental Lingualabio Dental Alvela Palatalvela Retroflex AlvelaPalato Palato Velar Velar Uvela Faryngeal Epiglottal Glottal Glottal 縱向的還是一樣 Manner Nasal Stop Sleeping African Non-Sleeping African Sleeping African Sleeping Frickative Non-Sleeping Frickative Approximate Flap OrTap Trail Laral Africate Laral Fricative Laral Approximate Laral Flap 好,那當然這是一個對照表 所以我們 跑到我們右邊這個地方 右邊 我們來看 我們來看這個Manner的地方 Manner就是發音部位 Place Place 就是發音部位 Manner 就是方法 我們轉回來 再看對照一下 Place 就是發音部位 Manner 就是發音的方法 所以我們用發出來的這個氣音 肺部氣流音 有時候我們講子音的發音 它有分用唇的部位 蛇罐 蛇背 蛇根 聲門 這幾種發音方法 那它是發出雙唇音呢? 還是唇齒音? 蛇唇音呢?還是齒音? 齒音音呢?還是銀厚 捲舌 捲舌 銀餓 硬餓 軟餓 小舌 煙 會咽 那發音的方法 有鼻音 曬音 於是台灣我們之前稱爆破音 有絲 殺側音 那這什麼叫有絲? 就是會發出 這個就是有絲 因為有的人看不懂 什麼叫有絲? 有絲就是會發出 這樣的音 有絲 塞側音 無絲 塞側音 有絲 差音 無絲 差音 近音 無絲 通音 無差通音 閃音 彈音 讚音 讚音這個地方就很特別了 在英文來說 美語來說 只有一個讚音 就是 R 像西班牙文的 有學過西班牙文的人都差不多了解 我們的R 舌頭戰鬥 但是美國並沒有戰鬥 它當然是有這個音 拉丁文轉過來的R 那但是我們念自然發音的人 念R R R 有點接近 但沒有站起來 所以 我們應該看的符號應該是這個符號 反的R 反的R 如果你用這個R的話 基本上它是拉丁文 D D 這個音 邊塞差音 邊側音 近近音 邊閃音 好 那我們來再做一個對照一下 那對照來之後就是這些音 那當然 我知道有些同學們還是要瞭解一下哪些音是涵蓋在內 哪些音是不涵蓋在內 那網路上其實有很多方法來做一些調查 那對我們一樣打IPA 好 English Wiki 就是IPA chart for English dialects 好 用這個方法就可以直接找出來 英文究竟有發什麼音 好 取締有 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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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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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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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這幾個音 當然有興趣的話可以研究一下這個IPA English English Chart 這會直接轉換過來 然後我們可以看到在這個地方 有没有看到在R这个地方 R这个地方 我们是美式英文的话 是道反的这个R 那如果是正写R的话 这边会写13 我们备注13 所以我们看备注13写什么 The type R is found in some variety of Scottish and Irish English 所以换句话来说 我们正写R只有在Scottish English跟Irish English才会有 美式英文没有 那我刚刚讲那个R是The 它是一个The的这个占音 这个要先了解一下 因为有的人不太了解 那当然有的同学还是会觉得 那为什么英文是用正写R当子音 那到时候我们进阶课程 我会稍微的跟大家了解一下 为什么是这样 所以现在回到这个地方 我们先回到刚刚的子音课程 我们来做一个简单的复习 子音课程我们做一个简单的复习 在这个地方位元表 我们看完它的发音的表格之后 我们跳到大家比较看得懂的地方 我把把它这个 来擦掉的地方 我们擦一擦 我们把它擦掉 擦掉之后呢 我现在擦掉之后 我们现在再来做一个复习 回到刚刚这个我用黄色的这个 来做个标记 那当然同学们有兴趣学习IPA的话 我建议可以自己把这个表格给copy下来 把它截取下来 自己练习一下哪些音是有哪些音是没有 所以一开始我们先把P跟B把它画起来 我们再把M这个双唇音画进来 我们把此音的N音画进来 我们把软二的N画进来 我们把软二的KG画进来 我们把舌冠中的此音音TD TT的 也把它画进来 TJ 银后 那当然这边注意 这边就要不要画错位置了 在此的这个地方 有诗差音跟静音无诗差音这个地方 T跟The 把它也画进来 还有我们的静音无诗差通音 这个地方就要画起来 记得不是画下面这个R 下面这个R是散音弹音 那个就是我们讲西班牙的 那个跟我们的美式发音的R是毫无关联 一般人还会搞错 所以我们要先把它查过来 那声门 声门这个地方也有个静音 我们也要把它画进来 把它画进来 那我们把它画进来之后 还有一个边境音 边境音就很好玩了 它是子音 可是可以当母音用哦 如果在字尾的话 它是念 哦 哦 那在字头念 了 了 那当然 如果按 我们如果画到旁边这个符号的话 那就不太一样 它在 那就是又是外文了 那就是又是外文了 所以当然我们知道 L 啦 如果念啦的话 那就是他国语言过来的 所以我们为什么L在字头的时候会念了 那其实就是从啦过来的 啦什么东西 好 那我们现在大致上 还有一个 跟V 我们也把它画进来之后 跟V 也把它画进来之后 我们来看看 在这个位元表的这个 在这个表格之后 我们可以区别 它只有此音 此音音 银后音 软恶音 声门音 双唇音 好 念法 那从左边 往下看的话 它有分鼻音 晒音 爆破音 有诗 撒撤音 有无诗 差音 静音 无差 通音 还有我们最后的边静音 这几种 念法的诀窍 假如它是M的话 我们就是双唇鼻音 如果它是N的话 就是此音鼻音 如果它的N 它就是软恶鼻音 就先 老师先写下来 让你们了解一下 所以我们先念上面的这个地方 这是第一步骤 然后我们再念左边 我们用1加2的方法 1加2的方法 来去了解 IPA的规则 IPA规则 那主要来说 我再跳回到英文版 我再跳回到英文版 画面有点乱 我们把它擦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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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举例来说 假设我今天 要教它是什么音的话 找到M的话 我就先找一个 Bilabial Nasal 如果它是N的话 Alveolar Nasal 如果它是N 它是Vilar Nasal 如果是这个R 比较特别 Alveolar Approximum 如果它是H Gla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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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是Approximum 它比较归到Approximum 这个地方 今天这个地方 就是我们现在 再做一次复习 IPA到底有哪些符号 在子音元素表 在子音的这个 发音表格 那IPA的操作方法 那希望同学们 给人练习一下 那我们下一堂课 再做更紧急的课程 谢谢各位观众